这下可坏了 瞅他娘俩的架势 这跨国婆媳俩 友谊的小船 直接因为老妈催着儿媳妇要娃 给彻底干翻了 这年过的 这回家跟老人过年 被捞到啥时候出对象 啥时候结婚 啥时候要娃 是不是现在所有年轻人 甚至已经不再年轻的 回家过年 最怕被问到 最头疼的问题呢 甚至我家的小老外 第一次来中国过年都中招了 不过他直接是原地反击了 跟中国婆婆 直接来了个正面硬刚 没有孩子 那是讲 一个家里 家里面没有小孩 家里的一代一代的 都得有 那弟姐小孩子 一说要你生孩子 就是女生吧 这可咋的 长不了你的 兄弟姐妹们 小老外的做法 你们赞成吗 我是对双方都表示理解 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想法和难处 但作为老人 长辈 同样有老人的想法和不容易 就像对于我们这种跨国家庭 目前来看 那不光是亲戚朋友 期待我们的混血宝宝 那最着急的人 就是我老妈了 不巧的是 跟他这俄罗斯人媳妇一样 立场坚定 寸步不让 在要玩的问题上 那是刻不容缓 因为这事 这娘俩天天 那是无时无刻 不斗智斗勇啊 那这样我说的 你喜欢这个菜 妈妈可以做的 你喜欢这个菜 这个骨头肉 爸爸可以做 你知道我俩喜欢什么 你喜欢吃 不是这个 我俩喜欢孩子 好别咋说 你又听不懂了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真能气我呀 你叫孩子 我还这小孩有意思 这小孩都可能气人了 不是 你看这引导 那天我说 引导啥 因为你这样喜欢吃啥 对 他说鱼头 我听明白了 我也知道 然后那个引导 你说 我最喜欢他是啥 不是吃的 他就该吃了 最想要啥 对 你说我喜欢吃鱼头 你又孩子 最喜欢要啥 爸爸妈妈最喜欢要啥 你们又孩子 就是儿子 儿子就要小的 他太大了 大的不要了 要小的 他不是大的 他咋不大的呢 他不是大人吗 我得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 妈妈吃好吃的 我给他 他说 他是长大了 你说他长得高了 长胖了 他是大人 是不是你说的 别不承认啊 别赖啊 一边是老妈 一边是媳妇 我的天呢 给我家中间了 兄弟姐妹们 你们说这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该咋整